《 》 《 》 》 《 》 》 《 》 》 大家看到這兩個圖畫 是不是 2012年我們將會在ASK的歷史裡 第三年舉辦這個堅集身的工作方法 堅集身 現在是不知道什麼是堅集身 不知道的 完全不知道的 我回到小小小解釋一下 可能你整個晚上 當然 首先今天是一個發佈會 公告我們今年的方向 我們的計劃 我們的課程 整天晚上就算我們跟你說笑也好 很認真也好 我們都其實不停在做感召 我們叫做enrollment 鼓勵你們不停地上課 你腦海裡可能有一個聲音 所以不用感想法 是要的 真的要的 你要身體健康 是要做運動的 是嗎 心靈的健康 你是要清洗的 我在這個行業裡面 我也是由1995年開始上課 然後就進入 Live Dalam 生命動力 我是去到台灣 當我在台灣開始做這個工作 在做苦工和權力鬥爭和這個 還有什麼 死亡區 以前滅到死亡區就是權力鬥爭 做苦工 權力鬥爭 因為非常獨立的情況底下裡面 發現這個志建心理學 也都在2002年開始上知 心理學到今年 我發現這麼多年 我是不停好像是破洋蔥 一層一層一層去治療自己 發現更多關於自己 每一次破洋蔥的時候 我想大家如果有哪個洋蔥都知道 不是一個很享受的過程 是破洋蔥的時候 是完全哭到你喊不喊不喊 但是破洋蔥之後 那些洋蔥炒蛋是挺好吃的 其實我想說的就是 在這條路上 不管是剛才Kelvin自我介紹 我和我的好朋友 好兄弟Franklin 我們在這條路上十幾年 我們不停在這裡 用這些工具 去學習和成長 所以我們不停在這裡 去為你們服務 所以我們將這個建築生 帶來亞洲地區 建築生是一個十天的工作坊 全世界現在只有Chuck和Lancy 才是教建築生的工作坊 所有大師是不可以教建築生工作坊 建築生apprenticeship 這個建築生apprenticeship 其實就是來自一個概念 就是師父與徒弟 徒弟就是一個建築生apprentice apprentice 我們就好像去見大師 Chuck和Lancy 就是這個課程的始創人 其實我們就是去見大師 我和朋友剛剛去完 當然我們就是 訓練導師的課程 我們全部導師都要見我們的老師傅 但是除了我們有這個機會之外 他每年都會在不同的 他每年都會辦這個建築生 但是一直以來 這個建築生就是在夏威夷才有 OK 在POP裡面 他們有一個課程 叫做一百天的課程 OK 你們有幾天未聽過一百天的 未聽過一百天的概念 OK 我稍後再講講 其實在Chuck的概念裡面 你要在這個資建心理學的路裡面 去成長 去至少去到一個層次 這個層次叫做畢業 就好像讀一個大學的學士的學位 他計算過是需要大概一百天的時間 一百天的時間 就好像讀一個大學需要三年 有四年的時間 因為Chuck本身是一個博士 深厚的博士 所以他設計了一百天的訓練課程的計劃 一百天就是你們每次來上 譬如你們上我兩天 就好像儲錢一樣儲了兩天 你上大師、肥佬JF三天 就儲了三天 就好像一天就儲上去 最後各位 你們接下來的日子 要好好照顧你們自己的畢業證書 OK POP的日子 不能開始很多東西收緊 和很嚴謹 如果你們要宣告一百天畢業的時候 是會逐張逐張證書 和拿來看的 OK 所以順便順帶一看 順帶一看 OK 所以 如果你們有興趣 在這條路上去完成一百天這個畢業 其中一個條件是一定要上三個建築生的訓練課程 就是有三十天的建築生 OK 在以前亞洲地區是沒有的 以前只有夏威爾和加拿大 而這三個建築生的一百天畢業裡面 其中一個一定要在夏威爾 一定要在夏威爾 以前其實如果是夏威爾和加拿大 就是找笨 不是在夏威爾就是加拿大的 所以在2008年 我們第一年 2008年 其實是怎樣來的呢 我們2008年第一年 在台灣花蓮辦了一個建築生 當年應該有百多人在台灣 那怎樣來的呢 當年其實我去到西班牙上的建築生訓練課程 我在西班牙上的建築生 當時是Jeff就走過來和我說 他問一下夏威爾找你 那時候 夏威爾問你有沒有興趣 問ASK有沒有興趣 去辦這個建築生訓練課程 我想說 蛤 好啊 但當時其實很大的挑戰 那麼 2008年就是受到他們的邀請 那我們就打操操 去辦第一個建築生訓練課程 但是 這個2008年 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建築生訓練課程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大家對我有少少了解 就是 我的好兄弟 剛剛我告訴你 他剛剛送兒子去讀大學的 如果大家知道我的生育史 我剛剛才做第二次老爸 我兒子的生育四個月 他兒子在讀大學 我第一個女兒 今年就四歲 OK 2008年 我女兒才只有三個月 只有兩三個月 只有兩個月 只有兩三個月 OK 其實為什麼呢 2005年 2006年的時候 當年我在西班牌 跟我太太上了一個 西班牌的建築生訓練課程 我太太是被抽到做最後的焦點人 那抽到出來之後 那阿七就問他 有什麼問題 我老婆就在八個月前說 我想跟龍山寺生訓 那阿七就說 OK 這個人我正常 我幫你搞定他 結果阿Jack也在 很多大師 結果他就和我老婆 和我排了個陣 排了個局出來 但讓我最難忘的 讓我最難忘的 就是當時你走這個過程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到 整個天地在那裡震動 在那裡旋轉 因為我們得到 全個房間 百多人的祝福 甚至乎上完堂 那些人都不停發電郵 我問 怎樣啊 行不行啊 那見過呢 接著我回香港 就教三十堂課 我老婆 由膽操操 就報了名字 上我的三十堂課 好像當年和你一起 和你一班 不是 不是 你做一班 你做一班 我老婆做一班 我老婆做一班 第四班 我老婆做第二班 你第三班 是嗎 和你一班 一起一班 忘記了 不重要 總之呢 我老婆呢 如果你們想三十堂課 叫你第一堂要做甚麼 要宣告的 宣告三十堂課 要搞甚麼出來 要有甚麼成就 我告訴你 三十堂課是work的 是有用的 因為我老婆在第一堂宣告 要三年變 所以 可想連知我老婆的企度 心的意義有多大 當時我就是她的訓練師 所以可想連知 這個訓練師功力有多大 結果在唐上 在唐外 我們都非常努力 結果呢 到三個月 我老婆就 我們就搞定了 所以 我沒有辦法 我這班人呢 我沒有辦法 去 拒絕這個使命 有無法 後面 驚訝 法 會 緩衍 好 你 感谢观看